也表示將會輕鬆勝選 好 川普聲音聽起來有點沙啞 他說昨晚造勢到今天凌晨2點 但是呢 今天他還是距離到白宮不遠的 維吉尼亞州阿林頓 共和黨的競選總部 現場競選幕僚是歡呼鼓掌 熱烈歡迎 川普對他們說 聽說共和黨在佛州 亞利桑那和德州都表現很好 川普也承認 雖然有機會可以勝選 但是也有輸的可能 而川普在大選之夜已經決定 要留在白宮觀察罪扣結果